光念完就已经五分钟了 文件多到明代直摇头 台湾中小企业申请新冠肺炎疫情纾困贷款 得先填完这一整面墙的资料 形同表格大闯关 让企业还没拿到钱就卡关 1988的这个专线虽然打得进去 但是很多细者目前都还在眼里中 其实这些表格我们都填过了 也填在三加一号 那目前呢也在程序中 所以其实在这个申贷的门槛跟程序上 填完申贷文件就得花一到两周 根据台经济部门统计 目前申请就有贷款展延 营运资金与振兴资金 共两千多家企业 但是核贷率不到三成 必须要用快捷师 或者是相关的单位索取 包括经济会有变更事项登记卡 产生负责任所最证报数 等等等等 做如此类的 所以通常以我以前在申贷的景点 通常要请客户准备这个资料 大概要一到两个 小企业哪来会计法务 申贷流程繁复 疫情当前生意惨淡 台湾中小企业叫苦不迭 被台媒形容 已入急诊室等插管 业界呼吁民进党当局 能苦民所苦 简化流程 之旅 未经许可防 有免费流程 未经许可防